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牛客网程序员面试理事专题讲过 那么我们今天讲过的内容是经典排序算法 以及和经典排序算法有关的面试题 下面是时间复杂度趋近于B勾N的排序算法 那么这一类的算法统一不是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 它的思想原型都来自于统排序 统排序不是具体的实现 它只是一种思想 那么比较常规的是技术排序和基数排序 那么我们先介绍技术排序的这样一个主要的过程 那么还是以例子来进行说明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员工按照身高来进行排序 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成年人 他的身高基本上是在一米到三米之间 那么对应的厘米数就是一百到三百 所以我根据这个厘米数依次建立D级号统 比如说身高为一百的我就建立一百号统 一直到三百的我就建立三百号统 然后我把所有的员工按照他们各自对应的身高 把它放到相对应的统里面 当所有员工都进入统之后 从一百号统开始依次到处员工 直到到处三百号统的员工之后 员工被到处的顺序就是他按照身高的排序的这样一个顺序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基数排序的主要过程 那么基数排序呢 首先我假设我被排序的数呢都是实进制的 然后呢我就准备零号统至九号统 也就是十个统 接下来呢我就把每个数根据它个位上的数值 选择它进入几号统 当所有的数都进统之后呢 我再从零号统到九号统 依次到处所有的数 组成了一个序列 接下来我就根据这个序列的这样一个顺序 再让每一个数根据它十位上的数值 选择进入零号统至九号统中的一个 当所有的数再次进入统中之后 我再把从零号统到九号统中 所有的数依次到处 再组成一个新的序列 下一回呢是根据这个序列的这样一个顺序 依次考察每一个数 它百位上的数值 选择进入零号统跟九号统中的一个 依次这样迭代下去 最后呢是最高位的数值 根据最高位的数值 选择进入零号统还是九号统 最后一次到处的这样一个序列呢 就是整个数排序的序列了 那么刚刚呢我们介绍完八个经典排序算法的大体过程 以及它们相对应的时间复杂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八个经典排序算法 相对应的空间复杂度 那么首先看时间复杂度为B勾N方的三个算法 插入排序 选择排序 以及冒泡排序 它们的空间复杂度呢 都是B勾1的 那么B勾N乘LogN的排序算法中 堆排序跟希尔排序的空间复杂度也是B勾1 但是快排呢 它的空间复杂度是B勾LogN到B勾N的 这完全取决于它划分的情况 那么 归并排序呢 它的空间复杂度为B勾N 虽然呢 很多的这个书上写过 或者是网上提到过 它的空间复杂度可以优化到B勾1 通过手摇算法 但实际上呢 通过手摇算法优化之后 它的时间复杂度呢 又会上升 对于时间复杂度B勾N的 不基于比较的排序算法来说 它们的空间复杂度呢 是B勾M 这个M呢 其实是 你选择总的数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八个经典排序算法 关于稳定性方面的表现 稳定性是指 相同值的元素 在排序前跟排序后 它的相对次序保持不变 那么不稳定的排序算法呢 是选择排序 堆排序 快速排序和吸尔排序 那么它们为什么是不稳定的呢 我们分别举各自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那么我们先举一个选择排序不稳定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数组是2221 那么我们知道选择排序的过程 首先我要在所有的数中选择一个最小的值 然后把它放在位置0上 那么此时1就会被选中 跟第一个2交换 那么第一个2在这次交换的时候呢 就会跑到另外两个2的后面去 它破坏了这样的一个稳定性 那么接下来呢 是堆排序的例子 假设我在原始的序列中呢 有三个5 我们知道建立大根堆之后 堆顶元素会换到最后的位置上去 那么此时第一个5就跑到了它后面两个5的后面 这是关于堆排序它不稳定的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接下来呢是快速排序不稳定的例子 比如说数组是4 3 3 3 5 那我们知道如果随机选中中间这个3作为划分值的话 它左右两边的3要么都会被划分进它的左边的部分 要么都会被划分进它右边的部分 总之它会改变原始的三个3的顺序 那么接下来呢是锡尔排序不稳定的这么一个例子 比如说5 1 1 5这样一个序列 那么在步长为2的时候 第二个1跳两步会跟前面的第一个5交换 这样的话两个1的原始顺序就被改变了 接下来呢我想对排序相关的知识点做一下补充 那么首先呢是时间复杂度B勾N的排序算法 也就是说不及比较思想原型来自于统排序的排序算法 实际上这些排序算法呢是有局限性的 之前讲的另一个例子 身高排序的话呢 我可以认为它是100到300之间 那么我可能准备要将近200个桶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排序 但如果是对于员工收入这样进行排序的话 我们知道收入的这样一个区间是很大的 如果要去准备桶的话 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空间的浪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是快速排序 它之所以要快速排序 其实并不是说它比堆排序跟规定排序要更优良 只是因为它的常量系数比较低 所以管它叫快速排序 第三个注意点呢是在工程上提供的排序函数 实际上它并不是某一种排序算法的实现 它是综合了很多排序算法的一个综合排序 当元素个数比较少的情况下呢 会选择常量系数比较低的插入排序 当元素个数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会选择时间复杂度 整体为B勾N乘LogN的排序 以上就是 有关经典排序算法的相关内容 丝铭